回到刚刚那家遭到投诉的瓦斯行 主要的原因是他接手另外一家倒闭的瓦斯行继续营业 所以对于上一家瓦斯行的压平费 他们说抱歉一概不处理也不退费 但即便如此就算是跟这家新的瓦斯行来叫瓦斯 他们也一样不退费 为什么呢 业者有话要说 业者表示这个钢瓶每年要花检验费 所以退钢瓶费他们会亏本 但是这个钢瓶费转嫁给消费者也说不过去 实际来到民众所说的瓦斯行 门口没有明显招牌 工人忙着送瓦斯 对于民众爆料强行扣住压平费 业者还是理直气壮 坚持不退费 你如果说是租房子 那个桶子本来就在那边了 那我们没有道理去跟你推这个东西 把退费的责任推给上一家倒闭的业者 即使瓦斯行自己的钢瓶退钢瓶的时候 还是无法全额退费 我们是看你用多久 比如说我们先压一笔钱 每个月扣掉50块算算钢瓶用了两年左右 压平费早就被扣光光 还有瓦斯行会跟民众要收据 才愿意退回压平费 但年代久远哪里找得到收据 当然拿不到压平费 会这样百般刁难 主要因为一支钢瓶成本1500元 3到5年检验一次一次300元 20年的使用期限要检验4到6次 光检验费就要1200到1800元 只好扣住民众的压平费来补贴成本 面对瓦斯行不给退费 消保会计划修法 押平费必须全额退费 就连参与的瓦斯也要退钱 在法律还没有过关之前 民众还是先和业者定下退费的契约 比较有保障 终于喜欢探测钢的安置 特别报道